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图形中的变化规律 我们一起来看一幅图 你有什么发现吗 如果这样摆十个三角形需要多少根小棒 我们可以接着摆一摆 这样天上两根就出现了第七个三角形 再天上两根就出现了第八个 再天上两根就出现了第九个 最后再天上两根就出现了第十个三角形 现在数一数有多少根小棒 对了一共有二十一根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如果问摆这样的一百个三角形需要多少根小棒呢 难道我们还要一个一个摆下去吗 我们一定要找到其中的规律才行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三角形开始看一看 摆一个三角形需要三根 摆两个三角形需要五根 摆三个三角形需要七根 摆四个三角形需要九根 发现规律了吗 没错 每增加一个三角形就需要增加两根小棒 而且小棒的根数都是基数 我们再看看小棒的根数 与三角形个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两个三角形有五根小棒 比一个三角形多了两根 三个三角形有七根小棒 比一个多了四根 也就是多了两个二 四个三角形有九根小棒 比一个多了六根 也就是说多了三个二 五个三角形应该比一个三角形多了八根小棒 也就是多了四个二 应该用了十一根 那六个三角形应该比一个三角形多了五个二 也就是用了十三根小棒 那一百个三角形应该用几根小棒呢 根据前面的规律 摆一百个三角形应该比一个三角形多用了九十九个两根 所以应该是三加上九十九成二 也就是二百零一根 根据这个规律 我们可以找到三角形个数 与所用小棒数量的规律 N个三角形应该用三加N减一的差乘二根小棒 根据乘瓦分配率 我们还可以整理一下 三加上N减一的差乘二 等于三加上二N减二 等于二N加一 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小棒的数量比三角形个数的两倍多一 知道了这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求出摆任何一个三角形所需要的小棒数量 同样的也能够根据小棒的数量 计算出能摆多少个这样的三角形 比如101根小棒 我们可以用101减一再除以二得到50 也就是可以摆50个这样的三角形 还可以这样思考 除了第一个三角形的三根小棒外 以后每摆一个需要两根 101减三等于98 98除以二等于49 再加上第一个也能得到50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 102根小棒根据这样的方法 只能摆出50个三角形哦 对于图形中的规律这类问题 我们一般都是从第一个图形开始分析 慢慢观察到它和后面图形之间的联系 从而找出普遍规律 相信你已经掌握了这种方法 类似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现在赶快做几套体育试试吧 真的就能解决了 都能解决给 grade